我已经跟这个儿子苏和清脱离关系了 从今以后有关他一切东西 请阿龙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一家人 你们要就去找当事人 这一次的借贷记录 总共有欠了28组的阿龙 总数是59,100 这个是单单借贷记录而已 还没有算那些利息 那是要谢女士的报案子 此外若发现我们的家庭成员照片被对方公开 社交媒体出现 本人将会通过法律追究 22号这样我们就开始收到 很多不同的电话号码 send来的message 然后也有打电话来吸毒 然后上网赌博 只是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也是有发现到 他有一点不对落 因为他的人一直瘦 越来越瘦 所以我们就开始怀疑 但是当开始发生的时候 他就已经欠下这样多钱了 10多岁 10多岁应该这样子就开始了 从他爬脱开始了就变成比较OK了 跟他女朋友啊 因为他爬了差不多7年嘛 所以那一段时间他是OK的 因为他女朋友会管住他嘛 现在就没有了 所以他又开始了 这些欠钱还钱啊 儿子借钱不还啊 这种全家人是老千啊 那老千在新加坡做工的谁认识 他以前 比较close的时候是 在他还有读书的时候啦 因为我们家家庭都是不错的嘛 跟堂姐他们 都是很close的嘛 都一起吃饭什么什么都OK的 直到他应该是中山错学那年 他应该是有交到不好的朋友 然后他就开始 他也就出 出外博作工啊 出兵车 自动博弄的地方啊 然后就 开始 应该是那时候就开始接触毒品了 我的妈妈都已经各自报警了 如果有人来家里骚扰的 警方会采取行动 就开始就好了 学校 合计 合计 听 用 饭 部分 这 乖